九龄蔡依林发行演唱会DVD了 10月18号的晚上 九龄别出心裁 在台北邀请150位歌迷 坐上了皇后号邮轮 和大家一起开心的party 原本呢打算让媒体美美的拍一些照片 当天却遇上了一个小意外 不止九龄自己吓坏了 还惊呆了现场的媒体和粉丝小伙伴们 身穿粉红荧光色上衣的九龄 当天扎着金发辫子大秀长腿 九龄现场拿着烟火拍照 谁料一不小心竟然提早点燃炮胎 然后慢慢地再往中心移动 不小心晃到了啦 九龄当场吓到脸色发白 幸好只是彩带 不然就要苦了现场的媒体和粉丝小伙伴咯 停下来然后就一直晃的时候 就会感觉有一点会有点晕 当你回来陆地上的时候会有点晕 站不住的这样子 因为晚间风浪太大 脚踩高跟鞋的蔡依林 一度站不稳 才导致失误提早点燃炮台 不过现场的粉丝们 当然是不会介意的啦 他们可是九龄的坚实后盾呢 私底下歌迷他们都会在 比如说网路上面都会自己庆祝啊 或是说会写一些message 就是10月19日这一次 要知道九龄的第一张国语专辑 九龄1019 就是发于1999年的10月19日这一天 自此之后每一年的10月19日 粉丝们都会自发庆祝 一黄已经过去了14年 有这样贴心的歌迷陪伴身边 哲令你是有多幸福哦 日新天地 哲令和歌迷都唱幸福的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